一个国家领土的大小,影响住该国人口的多寡。 毕竟领土多才有足够的土地,才能养得起庞大的人口。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无论是在古代的农业社会,还是现代的工业社会,领土和人口都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硬性条件。 有了这两样条件的国家,基本上都有成为大国的可能。 比如中国、印度,既是领土大人口多的国家,但是世界上总有些国家,拥有超大领土,但人口却少得可怜,而且人口还可能有负增长的趋势。 比如俄国、加拿大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俄国作为我国的邻国,拥有极其广阔的领土,是我国面积的1.77倍,但人口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。 据2018年的人口统计,约为1.46亿,年增长率仅为0.04%,这个资料还是俄国政府出台了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后的结果。 俄国正面临劳动力人口不足的问题,因人口不足造成的社会危机非常严重。 一方面造成俄军兵员不足,兵员质量下降的大问题,另一方面还严重制约了俄国的经济发展。 这直接导致了俄国近年来国际竞争力的下降。 俄国人口基数,小是人口增长过慢的一个原因。 二次大战中,苏联是欧洲的主战场,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,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 当时为了应付战争,将全国轻壮年搜刮一空,共得兵员2760万人。 但这些士兵大多都牺牲了,造成了战后男少女多的现状。 没有足够的男性,确实难以实现人口的稳定增长。 另外,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,让俄国男人有了更多的选择。 也提出了更多过分的要求。 比如不但要求对方长得漂亮,还要会照顾孩子,会做家务。 女人认劳认怨的结果是,男人什么都不用付出。 试问俄国女人愿意结婚? 愿意生孩子吗? 答案就是这么残酷。 俄国拥有的土地,确实让人羡慕无比。 但是高纬度,气候严寒的地区占多。 没多少是宜人类居住的地方。 目前,俄国人口90%,主要分布在接近欧洲的部分。 而占其领土大部分的亚洲地区,以及更北的北极地区,都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。 只有10%的人口。 另外因为气候过于寒冷。 粮食作物也不适宜生长。 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。 人口的增长自然就有困难了。 民族不同。 观念也自然不同。 在亚洲不少国家都觉得人盯望是好事。 即使政府不鼓励,也有意愿多遇。 而俄国就没这样传统。 即使政府出台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,甚至还颁发勋章也没用。 另外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生育率,也有助关联性。 据统计。 如今俄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,占总人口的53.5%。 这个比例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高。 如日本是46%,美国是43%。 教育程度高自然比较理性。 生育会对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。 也会影响到享受生活的追求。 因此,俄国人对单身对丁克的接受程度也高。 当然其中也有民族文化、宗教信仰的影响因素。 因气候寒冷俄国人,非常喜欢喝酒。 福克家是每个俄国人的最好伴侣。 比配偶还重要。 据俄国医疗部门统计。 每年因续酒而放宁的俄国人有数万人。 从该国的媒体上,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。 在寒冷的冬天,因醉酒而随地挥饰的俄国人随处可见。 政府还专门成立一个捡酒鬼的部门。 将这些不省人事的人收容起来。 免得被活活冻死。 但仍然有不少人失了性命。 另外,就算没冻死。 高浓度酒精也是损害人体健康的物质。 对生育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 这是主观因素。 也是值得各国警醒的因素。 如果俄国人还继续这样。 那么人口需少的问题,就不会有改善的可能。 对生育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